大家好,我是曼大帅,欢迎收看订阅我的频道,欢迎来观战一把卡西国服第一咒术 不,国服第一使徒,我看到咒术是念错了,不好意思 先知前锋咒术加幸运儿 这个阵容打一个使徒 只有是两波博命套,两波博命套我觉得有机会吧 然后两波博命套的话,这边前锋算一个博命 先知飞轮吗,先知博命 要就是两波博命套,然后密码机够 前期牵制够,密码机够,完成一个四人开门战 但凡旧人环节当中出现一波问题,基本上就是使徒老兵胜 因为这个阵容我觉得,求者溜不动 这第一点,求者溜不动,带的是个金身 第二点呢,就是知道这种你说要打使徒,其实打不了 使徒这边还带了个金身 上来找咒术的话,咒术这边猫咬中 他的这个孤其实不好叫 咒术是因为被猫咬中,咒术师的这个孤不好叫的 咒术师其实在打使徒这个点上面不是特别好打的 过来跳,鸟给上,可以,在这边的话往前走 那只猫,那只猫还行吧,这边过来追到信远 飞轮进窗拉开 窗封住,这是一个不带挽留的吗 不带挽留的,不带挽留的使徒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盘一个三爬 我觉得盘不了 这局说实话 我觉得 没有私人院,我觉得 使徒赢了 真的没有任何的私人院 我不是故意去奶他的 我给大家讲为什么 第一,这一把外面修机子的人 只有两个,前锋和先知 机械,那个幸运儿跟那个咒术师都没怎么修 然后呢,这边幸运儿被救的是个白板 他没有办法二六 这个局的一个密码级脱不够 先知的鸟也已经交掉了 前锋这边来撞救的话 可能就直接顶金生了 来来来来,金生,给你来一刀 你先救,对吧 因为我不怕你 我就,我这边试图是 干嘛你撞救 我直接金生顶掉,打一刀 然后你这边,那个 幸运儿在倒地 我是不怕你前锋来干扰的 我直接把人挂上 这节奏其实挺好的 这节奏其实挺好的 就直接把这个人二挂了 后面的话先知再来救怎么救 对不对 能不能救下来是都是个问题 这边就等一只猫 就等一只猫 众术师这边的话 直接沉默就好了 直接沉默就好了 他这边的话呢 刚才如果说打架 众术师来的话 前锋也要来 那这样的话 两个人把这个猫给 就比如众术师吃了那个沉默 然后前锋再来撞 可能还行 现在的话意味着 这个幸运儿是一定会被挂负的 穷者没两只不够 再加上外面穷者的一个心理是什么呢 他们会有想要来打架的一个心理 大家可以看到 众术师来了对不对 前锋这边在休息 因为他半血 然后先知这边没有来吗 先知没有来的话 这人不一定救得下来啊 你这咒术师怎么救得下来 猫的小说 漂亮 哇 这可是国服第一使徒啊 这咒术师想要救 很难的 可以看到这波防守啊 真的是滴水不漏 他防得非常非常好 他刚才第一时间 如果说直接过去 有可能被咒术师这边 顶一个三层 然后吃到猫以后 把人救下来了 他选择我 外面绕一圈 等到咒术师吃到猫以后 再往里面走吧 这个咒术师定住 哇这波防守之后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让我们看 这波先知能不能救下来 我觉得也难救 打一刀 这个路口还给封了 这边都还可以底牌切闪 先知能救不下来 哇他这只猫放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真的有 这样的一个判断吧 但是确实他这只猫封的太美妙了 极其的妙 就是因为他打了一刀先知 本来那先知往前走 你擦刀过 上刀先走往前走 加速还有可能将人救下来 但是由于这只猫的另外一只 定封住了整个路口 先知如果说往前走 吃到这只猫 使徒一跳 这先知也救不下人来 但这个有可能是个巧合 有可能是个巧合 对不对 你说这个真的是计算好的吗 我觉得这个 也太妙了吧 打的打的真的 我觉得我还得再重新 可能看一看再消化一下 整个过程当中 几波防守真的完成的太美妙了 哪一波 他第一波的一个节奏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波顶金声 让前锋撞就 是宝瓶真胜的一个节奏点 因为球者密码机 就一定不够了 你们再来打架 那我就有机会真胜了 反而你们不来打架 我没有挽留 说不定三人开门战 还会出一些幺蛾子 改参观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